答一答Kinder的問題 他說如果拼反彈 那應該買700還是200會比較好呢? 200會比較穩陣 700當一旦被你拼中了會比較開心 所以在風險回報上正比 兩樣東西沒有說哪個估計較好 我給一個建議就是700 始終我覺得 騰訊份業績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悲觀 最重要是業績效出了 股價又跌下來的時候 你在345元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做部署上面比較大彈性 你可以用近期的低位來做一個止洩位 穿上了沒有東西可以說的 不用爭的 所以345元買 325元做止洩 20元左右的風險 6至7%左右彈到了 380至400元的位置食股 以一個短線線 甚至你拿完 你想沒什麼想法到時候買什麼的時候 在這些水平開始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可能有勁氣的 但當然不會想貝星股 不會一下子想望700元這些水平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兩隻去哪個駁 兩隻其實都是 你講的影響行指 其中很重要的指標都是這些貨機股 所以升跌走勢應該都是一致的 但純粹一個高風險的回報 一個就是安全起見 如果你要安心地賺錢 當然是200元 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些位置 1800元都不會太大殺傷力 但問題是升上去都不會升很多 所以你看看自己想要什麼 如果你在很細注的情況下 賣一手 騰訊一手也沒有太多 我覺得它協助是可以的 但如果賣完一手200元 賺到我也不知道 你去茶餐廳買餐飯吃 所以分別 自己看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注目控制 但你問我二選一 我會選700元 好啊 好啊